德云古曲社开业班主郭德纲真可谓是做足了功课 因为除了自己旗下演员亲情演出 他还从全国各地邀请了众多曲艺大家 他们中间很多人都以80多岁高龄 像曲艺界有名的纪永芬 魏俊英 赵凤兰等一大批曲艺名家 纷纷汇聚一堂 他们的表演丝毫没有受到年龄的限制 给现场观众奉献一场文化盛宴 现场观众连连称赞 这在郭德纲看来能够在有生之年 能把濒临灭绝的曲艺好好留存下来 也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 其实更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 德云谷曲社十一假期的门票几乎是秒空 受到了众多年轻观众的青睐 为此很多人认为 郭德纲为曲艺界做了一件大好事 这才是真正的曲艺传承 甚至有不少人讽刺到 德云社做到了做不到的事 这波就在近日天津市委宣传部长 立临天津德云社视察德云社新成立的谷曲社 对郭德纲振兴曲艺做出了高度评价 对于郭德纲来说 官方的支持和肯定是对他振兴谷曲艺术最大的褒奖 这位领导还叮嘱郭德纲 一定要把天津曲艺之乡这块牌子立起来 不管是曲艺还是相声 德云社近些年确实在传承与发扬方面 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面对领导夸奖的时候 郭德纲笑得合不拢嘴 可以看出那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和高兴 更是大家对德云社的充分认可 古曲艺术沉浸了几十年了 别说年轻人不知道 就是中老年人也都跳广场舞去了 根本没人听了 曲艺界的那些艺术家大腕 也没人愿意搞古曲艺术 毕竟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可是郭德纲不计较得失 不考虑回报 完全是凭借对曲艺的满腔热爱 来振兴古曲艺术 德云社得到官方认可 对于一些相声同行来说 真是要坐不住了 因为以前还可以站着道德的制高点 骂德云社三俗 现在人家干的事情越来越主流 你再说人家三俗 那就是睁着眼说瞎话了 官方对德云社的认可 也是在告诉所有人 德云社不但不是三俗的集中地 反而是如今对曲艺事业贡献最大的团体 德云社的鼓曲专场真可谓是圆满成功 不但观众常常爆满 又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郭德纲振兴鼓曲的努力 总算是没有白费 其实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公道自在人心 谁真心为了曲艺 谁是孤名钓鱼 大家看的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郭德纲救活了相声 如今又来振兴鼓曲 他对曲艺行业的贡献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京城所至 京时为开 郭德纲和德云社的成功 真是完美诠释了这句话 请不吝点赞订阅